北京时间今天早晨7点 携带两架直升机的中国海军井冈山舰 抵达南印度洋海区 继续进行马航试炼飞机的搜索行动 新的任务海区的海况呈T型 位于澳大利亚珀斯以西约1000海里 距离此前中国舰船南印度洋搜索区 约700海里 这是根据卫星3月22号拍摄画面 并综合洋流的流向推断确定的搜索区域 海上搜救采取水面舰艇和直升机 同步搜索的方式进行 舰载直升机是9点起飞 进行平行和扩展搜索 为了提高目标辨别的精准度 井冈山舰加强了目力观测和雷达搜索的实施比对 力争在今天白天完成对这片2000平方海里海区的搜索